国际观的养成 其实是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所以要说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国际观 或者是培养 我觉得其实根本都一样 就是好奇心 那其实像我自己会去听Podcast 因为其实生活中太多琐事 它其实跟新闻都有关系 甚至国际新闻那绝对是一个好事 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整合下所有的资讯 然后鼓励大家从这个平台上头去了解 不一样的一些世界变化 那是绝对对个人 甚至是对整个组织是有帮助的 国际观这件事情 它原本对质押就会有帮助 因为它是无形中扩展了 你思考的空间跟格局 只要你有国际观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你以后的人生 你就会always发现自己不足 你就会一直有找到自己成长的动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